儿童乳牙取齿应该如何预防? 妈妈,我的牙黑了,是不是有虫了? 没事的宝贝,长大了你会换牙的,等你换了牙自然就好了。 家长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呢?乳牙取齿真的不用管吗? 答案当然是要管,且要尽早管,乳牙取病及激发病变造成的后果,有时比横牙取病更广泛,更严重。 乳牙,医学上称为取齿,牙齿发生了取病,就成为取齿。 乳牙取齿有哪些危害? 1.乳牙取病会严重影响儿童牙齿的发育和正常的咀嚼功能,影响营养摄入,从而进一步影响儿童和面部和全身的生长发育,机体的抵抗力也会降低。 2.乳牙取齿还会影响横牙胚的发育,甚至会引起横牙胚囊肿,导致横牙不能萌出。 3.幼儿期是孩子学习语言的时期,乳牙的崩坏和早逝会影响正确发音。 乳牙取坏会影响美观,尤其是前牙区严重取坏时,也会给儿童心理健康造成影响。 怎么做才能有效预防乳牙取齿呢? 做好幼儿口腔卫生的维护,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。 使用牙刷、牙膏、牙线等去除牙上的食物残渣,是预防取齿最简单有效的方法。 进行充分的咀嚼训练。 3-6岁儿童不要只吃软烂精细的食物,可以适当吃高纤维素、有韧性的食物。 牙齿多咀嚼,有利于颌骨和面部发育。 4-7严格控制糖的摄入。 精致食品、含糖量高的零食及饮料对牙齿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,在保证摄糖量满足生长发育的同时,应控制儿童摄糖量及摄糖频率。 增强口腔保健意识,定期进行口腔检查。 当婴儿蒙出第一颗牙时,就应开始口腔健康检查。 学龄前儿童常规3-6个月定期进行一次口腔检查。 学龄儿童应每6个月检查一次。